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启熙 张强 赵梦 王心灵队 藏诗意 钟信童 蔡卓妍 吴景妍 张天爱 郑秀妍队 于文文 朱洁静 张新义 张力 王子玄 浪姐三武功最大的看点就是赛制全面升级 三个队伍要进行三轮级列的比拼 每个队伍要完成三大舞台 其中包括个人solo秀 三人秀和六人团秀 从网友的反馈结果来看 整个浪姐三武功舞台高能不断 选取 服装和舞台呈现也是节目播出以来最好的一次 有乐队舞台 有战略唱跳舞台 有经典银居舞台 有全员合唱回忆杀舞台 而比拼的结果也正业很多 节目播出后注定会再次引发一波大讨论 第一轮比拼 王兴林队第一 谭维维队第二 郑秀演队第三 第一轮是宁静世界赛道 三个队伍自行选择出战曲目 一秀一投 第一名的队伍获得一个出道席位 谭维维队六人全部出战 共同带来歌曲龙吟 全员白色服装 中国风龙玉 整个秀中齐心舞蹈加了难度动作 张强弹了琵琶 王兴林队也是六人出战 他们带来歌曲有吗炒面 整个舞台只锦大手笔 张天爱骑着摩托车特别酷 钟心童和蔡卓妍颜值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在舞台上格外抢眼 王兴林整个人气场很强大 宁静夸她一子 郑秀演队剑走天风 他们只派出了于文文 王子玄和张新逸三位姐姐应战 带来歌曲永远都会在 整个乐队秀很然 于文文打架子骨非常帅气 张新逸键盘 王子玄贝斯 现场的气氛非常好 三组的对决看点十足 王兴林队整体舞台呈现抢眼 六位姐姐人气都很高 他们也拿下了最高的票数 获得一个出道席位 第二轮比拼 谭维维队第一 郑秀演队第二 王兴林队第三 第二轮是那英诗姐赛道攻守战 三队自行选择攻位或守类 谭维维队守类 其他两队攻位 守类方或守 则拿下两个出道席位 任意一个攻位方获胜 则两个队伍分别 获得一个出道席位 郑秀演队六人出战 带来歌曲Innerita 全员黑色裙装 标准的女团范儿 现场呼声特别高 整个秀又燃又扎 王兴林队派出了钟心童 武锦言和唐诗一三位姐姐 他们带来的歌曲是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整个舞台设计非常唯美 三位姐姐又美又撒 首席唐诗一再一次正领了自己的实力 守类方唐维维队三人出战 派出了唐维维 薛凯奇和张强三位姐姐 都是实力vocal 他们带来的歌曲是真的爱你 全场大合唱 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拉票缓解姐姐们暴风哭泣 一向人淡如菊的张强也催浪 这一轮的对决结果出人意料 郑秀沿队六人的人气并没有占到优势 反倒是唐维维队的三位姐姐最后攻位成功 拿下两个出道席位 第三轮底听 王兴林第一 唐维维第二 郑秀沿队第三 第三轮是队长solo战 三位队长代表团队出战 三个人都拿出了大招 王兴林最后获得第一 谭维维获得第二 郑秀沿第三 郑秀沿带来歌曲Dangerous 唱跳舞台拉满气氛 整个秀非常精彩 郑秀沿在拉票环节还读了自己手写的一封信 读信的过程激动的哭了 谭维维带来歌曲但求疼 整个舞台设计很高级 水舞台如梦如幻 再一次感谢了自己强大的唱功 王兴林带来了自己的金曲串烧表演 包括《当你大年》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三首热门歌曲 全场大合唱 感动一波接着一波 王兴林本人也感动了哭了 这一轮的solo占比拼的是姐姐们的综合实力 人气和实力缺一不可 三位队长都放了大招 但是王兴林的人气明显更能打 加上金曲串烧引发回忆杀 所以王兴林这一轮拿下了第一名 从整个对决结果来看 王兴林成了大赢家 谭维维也证明了自己的意识力 郑秀妍队是最惨的一个 三轮比拼三连败 粉丝们也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 有去现场的网友反馈 郑秀妍现场去的粉丝非常多 第二轮的表演非常炸场 输给谭维维对过粉丝非常不满 现场很多人高喊作票 质疑比赛的结果 后来现场保安进行制止 不允许粉丝喊郑秀妍的名字 三轮比拼过后 淘汰的结果也随之曝光 据爆料 郑秀妍队的两位姐姐张欣义和张力 遗憾出局 这个结果确实让人有些一难停 浪姐三五次公演下来 更诞生了九个成团名额 不出意外的话 浪姐三最后的成团席位将是九个 对比前两季增加了两个成团名额 对于姐姐们来说也是一个福利了 比者大胆预测一波九人成团名单 谭维维 王心灵 郑秀妍 钟信童 蔡卓妍 余文文 徐凯奇 张天爱 郭彩杰 对于浪姐三五公结果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好聊 Schmidt 古臣 并听 的